考点R23主要介绍了关键路径 关键路径它的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AOE网 AOE网就是带权有项图 它以顶点表示事件 有项编表示活动 也就是Activities on Edge 这就是AOE 那就是编 编它是代表活动的 编的长度也就是代表这个活动 它需要的执行的时间 编上的全值表示完成活动的开销 称为AOE 简称AOE AOE网中从原点到会点 也就是从起点到终点 原点和会点实际上就是起点和终点 从原点到会点的最大路径长度 成为关键路径 那这个关键路径实际上也就是 最大路径长度的那个路径 那就是最长的路径 这叫关键路径 因为关键路径它决定了 从起点到终点 可以认为是 以整个工程它所需要的最短工期 有可能有其他的路径 执行的更快一些 但是完成整个活动 完成整个工程是要保证 路径上的每一个活动 或者说所有路径都要执行结束 才能叫整个工程的结束 因此最长的那个路径 也就决定了这个工程它最短的工期 那关键路径上的活动称为关键活动 关键路径主要有两个性质 第一个性质 如果我们想要缩短整个工程的工期 那就可以加快关键活动 也就是加快关键路径上的那些活动 也就是去缩短关键路径上的这个路径长路 当然也不是关键活动缩短多少 工期就缩短多少 因为它有可能有 还会有其他的活动 时间也比较长 如果你把当前这个关键活动 给它缩短太少 那有可能关键活动就被其他的 有一些边给替代了 所以你还要去 全局的去看 它工期的缩短程度 那是第一个性质 就是它决定了整个工期的长度 那第二点呢 就是关键路径并不唯一 还有可能同时存在两条 或者两条以上的这个关键路径 那所以这样引出的问题就是 如果在一个图中 如果它存在若干条关键路径 你只提高一条关键路径上的这个速度 它并不能缩短整个工期 因为你提高了这一条路径上的活动 那其他的关键路径本来跟它的 工期长度是一样的 你缩短一个另外的那几个没有变 所以说要想 这种情况下要想加快 工期的 要想缩短工期的这个时间 那你就必须在 包括在所有关键路径上的关键活动 你把这些关键中的关键给缩短了 它才能导致整个工期的缩短 那在求解 有关于关键路径的这个题目当中 它经常会考察到最早发生时间 最迟发生时间 然后这个事件 事件V它就是相当于顶点 因为它是AOE网 AOE网就是活动 活动是在边上的 然后这个顶点V代表事件 这个活动完了之后 比如说若干个活动 执行完之后代表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它的名字就是 这些活动执行完了 所以说 它涉及到事件的最早最迟发生时间 以及这个活动的最早最迟开始时间 这是比较常考的几个概念 要把它在题目中不断的强化掌握 然后求关键路径的算法 这肯定就是拿到一个图之后 拿到一个AOE网 你把所有事件的最早最迟发生时间 你就是把每一个顶点 它最早最迟 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最早最迟 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给它求出来 然后一般求最早的话 都是从远点 也就是从起点去正去找它 那如果是求最迟的发生时间 一般都是倒许 那你知道了整个活动的工期 然后知道了终点 它的位置 或者说它的时间坐标 然后你再去从后往前去推 去推这个当前事件的最晚发生时间 因为如果要晚于最晚发生时间的话 那会导致整个工期的延长 最早的话是正去推 最晚的话是倒许推 那这个活动也是一样的道理 活动它的开始时间 也就是上一个事件的发生时间 上一个事件发生时间 由这个顶点引出来的若干条虎 代表这个顶点代表这个事件发生了 然后后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开始了 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 所以1234呢 它无非就是考虑一个最早和最迟的问题 那就是最早从远点往后推 然后最迟的话从终点往前推 还有这个活动的差额 那就是这个差额呢 等于late减 early 也就是从最晚减最早 这样所有那些最晚等于最早的 说明它是一个活动 最早等于最晚的这个活动 它就是一个关键活动 这些活动也就构成了关键路径 那这是考点22 主要介绍了有关于关键路径的概念 和求解方法 我们在这里的观看 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才能够到一会儿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活动 对我们的活动 对我们的活动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活动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活动